接着我们来看看手写输入的部分 有没有什么方式可以比较方便 在预设的手写输入 我们一次只能写一个字 辨识完之后再写第二个字 但是呢其实我们可以透过输入法的设定 把它改为多字连写 进到设置里面 输入法设置 进到手写设置 在竖屏手写模式里面 我们就可以把这个地方改成多字连写 这样子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连续